很多人都愛甜食 我也很愛吃甜食 但是為什麼明星吃甜點都不會胖呢 我們來看他們愛吃什麼 特製的冰淇淋布朗尼 淋上巧克力醬 再撒一層糖粉 看起來超可口 難怪滿足了修傑凱挑剔的味蕾 布朗尼是我自己 真的非常喜歡的甜點 然後加上它上面的那個冰淇淋 合在一起 那個味道真的會讓我覺得很開心 我比較害怕的是吃到 要嘛就太甜 要嘛就是不夠 不夠有特色的甜點 對 結果它的甜點 我吃起來都是覺得 真的都是手工做的 修傑凱吃過各種甜食 但就怕太甜 讓他讚不絕口的 還有這手工蘋果派 號稱老奶奶祖傳配方 用新鮮水果丁和肉桂烤成內餡 一出爐就有香味四溢 再左一球香草冰淇淋 淋上膠糖 口感酸酸甜甜 我覺得比較特別是 它的表層是有一層很酥的皮 就跟我想像中的蘋果派比較不一樣 而且它裡面感覺蘋果都是新鮮蘋果 真的去當天做 推薦它有特殊的原因嗎 因為它裡面是真的吃得到蘋果 整塊整塊的蘋果 一人愛吃甜食也樂於分享 這就是引申在北市東區巷弄的 焦糖蘋果煎餅 模特兒張錦蘭就是常客 手工把新鮮的蘋果切片 先在鬆餅裡先煎過再進烤箱 出爐後淋上焦糖再撒杏仁力 佐上鮮奶油 能吃到最原始的蘋果香氣 加草莓裝飾上去 還有這個能嘗到新鮮草莓和藍莓的三層 草莓塔更是女生的最愛 店裡最特別的就是盆栽咖啡 木河也就像種在泥土裡 秘訣是磨碎的巧克力餅乾 搭上濃濃奶泡 蔥蛋 咖啡苦味 喝一口就上瘾 這個是我們的硬盒 就特別真的是特別難 那車子給它去 對 這是你新鮮 主廚來自蘭代廚藝學院的 法式甜點店 一直面牆滿滿明星簽名 就知道有多受歡迎 天后阿妹 天團SHE 侯沛城 梁詠祺 張宇 都是忠實粉絲 最招牌的就是焦糖蘋果千層酥 用焦糖卡斯達配上蘋果丁 外層包裹酥皮 還有層次豐富的香草慕斯 令少女瘋狂的Tiffany配色 外層薄萃 內餡軟綿綿密 而色彩繽紛的馬卡龍 尤其迷人 就它比較精緻 然後感覺吃起來比較 就是比較綿密 就是那種焦糖的那種微香味 然後又不會太甜 吃甜池讓人有幸福的感覺 尋找小確幸 明星 野風甜點 記者唐一誠 顧長 台北報導